小气老板要被揪出来了 从五月开始 上市柜公司员工的平均福利 平均薪资及同业平均数比较等资讯 都必须揭露 就希望可以抢救低薪 现在年终拿得越来越少 可能不大好吧 因为薪水都很低 六月开始 非主管员工的平均薪资一定要公开 而且设下三种指标来把关 像是非建议人每周公时 超过40小时的员工 平均年薪如果没有达到50万元 就会被标注 应该是没赚钱吧 年终也是很多公司都没有发 应该是个别个案 对啊 其实整体我觉得还不错 低薪公司现行 员工也能安心过好年 因为最新无薪价严数 从12月的3521人 大幅降到667人 实质无薪价企业 也从25家减为19家 科技业部分呢 我们看到订单回容的一个景气 不好那所以说呢 在科技业部分呢 其实在整个转型的部分非常重要 所以政府也有释出很多的 政府的一些创新转型的一些补助 原来是国瑞汽车生产线 已经步上轨道 未来不再实施无薪价 后期人数有望回到正常水准 尤其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在这个 人事成本方面呢 更加的这个需要去做调整 景气越不好呢 企业越难经营 那可能产生的劳资问题就越多 薪水美涨在老百姓心中 还是对景气打上问号 东森财经新闻中心沿杨昭台北采访报导